塑膠袋材质一摸就知道 环保志工分享回收的过程 长照学员很惊讶 不知道不知道回收 没有去做环保不知道 现在就学了很多知识 丰元进司堂内的西级巷弄长照据点 不只替银法组顾健康延缓脑部退化 最近安排高龄环保生活化的系列课程 市场的丑蔬果家里用剩的果皮 化肺为宝 上人说我们要让大家吃的食的有道理 可是也要做的有道理 以身体力气然后一系列的课程去做跟长辈分享 将环保观念融入日常生活 真的一点都不困难 在照福员及志工的带动下 阿公阿嬷们乐在其中 大约新闻归礼明星红台中报导 阿公阿嬷 对 感谢观看